剛剛立文講說 這個韓國瑜很可憐 我就一點都不可憐 我好羨慕 同樣的情況加在我身上 我真的是高興都來不及 怎麼可憐 一點都不可憐 而且他參加總統選舉的正當性 是假議題 到時候你看 你說正當性就是有 就是存在 不存在 真的不存在 因為現在真的 你做這種民調 最反對他選的 就是民進黨的 所以那百分之60幾的 有30幾都民進黨 因為怕毒 好 我們講 其實昨天最大的新聞 是周錫瑋選 宣布要選 最大新聞是兩階段 不是他宣布要選 因為周錫瑋的主張 跟我的想法 是在同一個版面 同樣在第三版 現在問題是 我跟你講 不懂的人 都覺得說周錫瑋 你是要亂的 你又沒什麼 其實你賺到 就給他負面的評價 我倒是給周錫瑋非常正面 因為我不是說 我不去強調 周錫瑋跟朱立倫 過去在台北縣的恩怨 我覺得那個恐怕 這次是不重要 我覺得周錫瑋 這次這個動作 我覺得是滿正面 而且光明正大的 我認為他沒有想要當總統 他也想到他當總統的機會不大 但是他對目前黨中央的 紛紛著著看不習慣 所以他宣布參選的話 起碼他的主張 他的主張是非常清楚的 不管好壞 那就得到 會起碼 起碼得到重視 雖然不會過半 不會被處理 但是起碼他的版面比我的大 你想想今天在中國時報第三版 我的主張只是在最下面 這樣一籃而立 在網路上都一樣大 但是問題是 我的主張跟周錫瑋的主張 其實有同一個方向 是同一個方向 但是我的比他的簡單 我的比他的簡單 我們都有幾個假設 第一 就是不希望柯文哲當選 不希望說國民黨垂首可得的 這個總統的位置就拱手讓給柯文哲 因為國民黨能夠想像 所以這就是他說的國民黨拱科 就打科 國民黨打科 蔡英文很慘 你國民黨可以想像 你下一次的國會超過一半 如果總統是柯文哲 那個你們能夠接受 他會找國民黨人當行政院長 如果他當總統的話 還有第二個假設 就是說從現在到登記那一天 現在所有可能的參選人的聲望 和支持度都沒有變化 都沒有變化 你的登記那一天指的是 國民黨的初選登記那一天 還是大選的登記那一天 這個國民黨 國民黨的比較重要 但是最後那一天也很重要 國民黨登記這一天 跟柯文哲比影響比較少 現在我覺得韓國瑜 國民黨登記的最後一天截止的時候 我的辦法是主席去請他 說麻煩你登記 那就一顧韓儒 二顧韓儒 三顧韓儒 都沒關係 請他 所以他要參加 國民黨的初選登記 如果是主席請他 他才登記的 將來如果柯文哲沒選 我覺得韓國瑜可以選擇不要 韓可以選擇 不可能發聲 假設情節不可能發聲 你聽我說給你 他因為他是被邀請的 他不會去邀請他 他也不會被邀請 主席在主持一個初選的時候 可以這麼不公正嗎 他不邀請江幾成 所以去邀請韓國瑜的話 不是 那可以嗎 沒有 你聽我說 我跟你講 因為是被請出來的 所以他可以退 但是如果韓國瑜主動去登記的 他有權利不退 這個都沒有關係 大家都參加了 第二階段再請他出來 然後照規矩 第二階段其實毛病比較多 我跟你講 大家都參加了 然後照規矩來 我覺得時程也不要提早 我覺得55 昨天主席講的55是 現在已經確定是73了 現在已經確定是 三層黨員七層民調 這個遊戲規則是不變的 中常會比主席英明 你看昨天主席 接受裁判的時候 還說現在的氛圍恐怕傾向55 我聽得都差一點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不太可能發生 你太違反人性了 不 你聽我講好了 時程可以不變 73不變 主席可以參選 不要勸推他 還有主席 但是主席要去邀請韓國瑜 好 那主席 不是 主席可以 不要公開大張旗鼓 說我要去韓國瑜 那他如果不要公開大張旗鼓 韓國瑜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到底是說被邀請 還是說自己來 韓國瑜最後去登記的可能性 可以透過各種 我也有一套套方法 大家都有方法 只是這個方法的好壞 這個方法的自然不自然而已 韓國瑜幫他拿印章去登記 我認為這個才是不傷任何人 這個才傷 所有的人 登記的那些人全部傷了 只有韓國瑜也傷了 好 我等一下再說 你先說完 對 本來就死了 你說得更重要的 我不可以說 好 各位趕快補充 讓Sanar趕快醒醒 因為光是從人性的角度來看 由我們主席去叫韓國瑜 一過 二過 三過 韓魯 然後請韓國瑜來做一個登記 光是這個動作就完全 他登記的理由是什麼 就告訴韓國瑜說 如果今天 而且徵招就好了 柯若出來的話 你以目前為止 大家一定完全都不用講 以目前的階段來說 韓國瑜一定高於所有的人 意思就是說 好 到這個情勢走向之後 萬一是柯文哲如果沒有 柯文哲沒有要出來的話 從民調裡面可以知道 任何人跟蔡來打的話 以目前朱立倫來說一定是贏 那時候韓國瑜 你就可以好好的在高雄市場 好好把它做完 如果柯要出來 對不起 目前為止 國民黨要拿上執政權 就只有你韓可以出來 你再出來 你把吉他塞 一開始 你要做這樣一個登記的時候 你覺得韓國瑜 怎麼可能會是答應主席 做這樣的事情 還有以朱立倫或是王金平而言 他們好好的 搞不好交了900萬 因為要辦那個黨內的直選 不是詐欺直選嗎 贊成黨員要選的話 要很多選務工作 還要辦電視辯論 要花900萬 花了900萬之後 我取得了門票 然後我最後只要 柯文哲一出來 我就要拱手讓你 大佬 用人性的觀點 不要用什麼理事 用人性的觀點 好可憐 你剛剛自我 不過剛剛大佬說 王輝有辦法 王輝講說一下好了 我剛剛只是說 大佬這個說法 光是請吳敦義主席 去找韓國瑜來 光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他做我不覺得韓國瑜 身顧茅座這件事情 就已經很荒謬了 我覺得這個劇本很難 或許是理想 要他能夠給韓國瑜 一個所謂的出師有門 但是以人性的觀點 這個不太可能 我最後只是強調 國民黨一定要贏 要走出最強的候選人 如果你要講到 他的正當性不正當性 我說實在的 議員選上了 該不該選立委 這個有沒有正當性 到最後只要選贏 選勝 勝者為王 有沒有正當性 後面的故事 可以讓他合理化 這些都不是一個討論的重點 誰能夠選贏 然後讓這個制度化 有一個很彈性的空間 讓大家有個法源的依據 不要落人口時 不是偷偷請他出來 只要這點可以排除 我覺得只要選贏的 有沒有正當性 我覺得那都是 可以有很方法 把它合理性 不過沈大老寄希望於王鴻威 說王鴻威有辦法 可以讓他再出選就登記 沈大老曾經有講過說 韓國一出來有誰的辦法 有包含沈富雄的模式 有王鴻威的模式 有趙商康模式 他曾經在臉書上這樣寫 我現在提出的一個方案是什麼 就因為之前大家都想說 速戰速決 我們黨內有很多說 不要再吵了 再吵下去 國民黨整個跟著 大家都討厭死了 問題是如果我們今天 假使最後要讓韓國瑜出場的話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速戰速決 我們願速戰速決 最後一定面臨所謂的兩階段事 韓國瑜不是沒有機會 最後可能我就直接講 我真的很不願意講 我也很不願意看到 難看 那個就是他講四年前那種換柱 變形的換柱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有幾個月份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原來按這個 他的schedule是這樣子 四月份公告 然後五月份開始初選 然後六月份 這個人選就確定了 然後七月份 我們會開一個全代會 我們會開一個全代會 通過 然後他就是人選了 所以我現在是這樣看 第一個 柯文哲會不會選 他一定會選 我剛剛講 蔡英文 不能靠侯漢廷把他綁在台北 沒有 我跟你講 沒有辦法 現在就是他有兩個人 柯文哲就是兩個人來決定 他要不要參選 第一個就是 反正已經是蔡英文了 民進黨選手蔡英文他就一半 以上他都要決定他要參選 接下來就是韓國瑜不選 韓國瑜不選 所以如果韓國瑜不出場 柯文哲200 他一定來參選 他一定來參選 韓國瑜不選 他鄭重下懷 還有一個人 柯媽也很重要 柯媽 柯媽現在就是要讓他選 陳皇爺也很重要 對 就是要讓他選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 我為什麼才提出 有一個所謂的徵招機制 那個徵招機制就是 我們也許不需要 真的 我現在講 我覺得越快決定 其實對於很快決定 那個敲定的人 那個人反而更痛苦 我這邊其實是有個喊話 因為我覺得知道 我知道就是在選舉過程裡面 那個可能候選人會覺得 我是被凌遲的感覺 然後很多 大家一會兒兩階段 一會兒要徵招 煩死人了 可是其實你越早決定 因為現在的一個情勢 有關於要不要讓韓國瑜出來選 並不會隨著 國民黨最後的拍板定案 這個聲音就下來 我不認為 因為他有很多客觀面 除非韓國瑜他的聲勢下來了 韓國瑜也打不贏柯P了 大家也別吵了 大家各安其位 沒事了 通通都沒事了 該幹怎麼去 該怎麼去 可是如果這個聲音是繼續存在 他的聲勢繼續存在 所有做民調的 繼續把韓國瑜坐在那裡 這個問題是不會消失 所以我覺得可能要看清 現在整個的局面 就是我們也許 這是我提出的另外一個solution 就是另外一個解決方式 我們按照這個期程走下去 到7月之前 到7月之前 我們在最後其實可以看 如果那個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柯P應該 很多人講說柯P也會等到9月 因為按照四年前 宋楚瑜就這樣 宋楚瑜9月份零表 我給你連署 投過百萬連署 你不要忘記 宋楚瑜是有他的親民黨 再加上他那時候跟民國黨 講廟天協助這樣子 他才非常順利的連署成功 因為現在不是說廟天 也被張善政 我不曉得最後結果怎麼樣 也就是說 作為一個獨立參選人 他可以按照程序說 我9月去領表 9月開始的連署 但是你說這之前 他一直按兵不動 或者他不發動這些連署 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就是說大家也不要太高估 柯文哲說 他可以等到6月之後 看你國民黨怎麼樣 你們到底派出什麼人 我才動 D不動我不動 D動我動 我跟你講他沒有這種時間 所以我覺得 也許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是不是按照我們這樣的程序 大家就是按照這個程序走 但是在全代會最後拍板之前 非常清楚就是說如果 情勢仍然像現在的情勢一樣 看得出來 各家民調我們藍的綠的 什麼什麼民調 你偷拿自己黨也來做民調 等等之類 看出來這樣子 我們真的如果今天不推韓國瑜 真的就 柯P就拿走了 我們也不要想怎麼重返執政 那個時候我們不管怎麼痛 不管怎麼樣 都要做出一個最後的決定 那個目標就是我們要贏 我們要見這裡就能選擇 我們要看 你們還是車子 你們也 olduğ 三個星期間 我們要做任何東西 我們要做任何東西 也有